华山创世基金会 我们有请到二三十位 我们很可爱的弱势独居的长辈 我们一起来采灰蛋 来吃粽子 我们一起来享用 提早过端午间的 我们社会给予他们的温暖 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 我们能够呼吁更多的义工 来参与我们老人服务的行列 我们也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 让这些的长辈能够走出家门 能够感受到社会大众给予他们的温暖 我一年前就来创世当制公司 因为我觉得我早上还有空 我本身是从事教钢琴老师 因为有多余的时间 我想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那今天因为小慧跟我讲说要采灰蛋 我对美劳方面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样品 那个小慧觉得还满满意的 所以他就请我帮他准备了这些材料 来带领这些老人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有这个能力来帮他们 我希望 我希望 有时间的人多参与这些志工方面的活动 更多人来参与 会带动这个社会更好 老人在家里坐着就没有意思啊 出来走一走比较好啊 那是志工妈妈来看我 我很开心啊 我都营营在家里啦 这爱心妈妈就来 我们来这些活动来 把肉串啊 来这些五六啊 大家来这些活动来开会啊 我们华山创世基基金会 希望能够在369个乡镇 都有像我们这样子的爱心天使站 服务在地的独居的长辈 我们现在目前全省有212个乡镇 那在于我们彰化县 我们总共有13个乡镇 都有像我们这种天使站 服务在地长辈 我们希望这些弱势的独居长辈 能够让他们在地老化 老在乡里 因为每个长辈都希望 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老 这也是我们服务的理念 我们也希望各位彰化的乡亲 我们能够一起来 加入我们老人服务的行列 让这些弱势的长辈 有个很好的中老生活 华山创世基金会县站长林秀仪表示 在端午节前夕 号召社区爱心妈妈 亲手包1500颗肉粽 将送给县内独居长者 让长辈们感受满满的节省温暖 同时也抛砖引玉 响应义工行列 协助到宅关怀独居长者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